如何直观地感受到重机枪的威力 这是一架前苏联生产的德什卡重机枪 发射12.7毫米口径的弹药 就这种子弹 打在人身上得满头的包 准备几种不同的目标 空的铁桶 装满水的铁桶 装满沙子的铁桶 以及装满汽油的铁桶 用不同的目标来感受下 重机枪的威力到底有多强 首先是空的铁桶 刚刚只是试射了一发 铁桶上被打出一个巨大的洞 12.7毫米的子弹 无论是穿透力还是破坏力 都是子弹中的顶级存在 下面在火力全开的试下效果 现场一片狼藉 被德什卡击中的空铁桶已经融化 连周围的草地都着起了火 看看这个巨大的洞 你就知道12.7毫米子弹的破坏力 用普通的步枪子弹只会打出一个小洞 而重机枪的子弹破坏力巨大 融化铁桶的同时 还造成了巨大的杀伤面积 摆放的这几个空铁桶 全部被击穿 那如果打装满水的铁桶 会是什么效果呢 老规矩先来一发 刚刚的那发子弹 穿过装满水的铁桶 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后面的铁桶也被打出一个小洞 因为水的阻力很大 后面的铁桶没有受到伤害 下面 再火力全开的来一轮射击 一轮射击 即便水的阻力很大 德士卡仍然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第一个铁桶被打得不成样子 不过只打穿了前三个 后面的两个铁桶黯然无恙 接下来测试装满沙子的铁桶 这次不废话 直接火力全开 沙子的阻挡效果最好 这也正是为什么沙子会被经常当作掩铁的原因 12.7毫米的子弹 依然将最前面的铁桶打出一个大洞 但穿透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个铁桶虽然受到了伤害 但子弹被留在沙子里 后面的铁桶黯然无恙 接下来就是最刺激的汽油实验 把汽油倒进铁桶里 用重击枪来一轮射击会是什么场面 击中装油的铁桶后燃起了熊熊大火 穿透力破坏力什么的不用多说 前面已经见识过了德什卡的威力 如果真的遇见一堆油桶 用重击枪来一轮射击会是什么场面